这个图应该是乌木 我记得乌木 距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 反映的是成都平原 千年前的生态环境 听了刚才女生的声音 我感觉她 她的声音非常干净 然后 感觉这位女生 应该是一位美丽大方 温柔贤惠的女生 听她的声音 感觉她是那种阳光干净的类型 有点紧张 有点期待 这里就是乌木林了 女生好像还没到 我现在就等一下 那个是她吗 我叫陈亚琪 我叫程子轩 很高兴认识 我也很高兴 我听你的声音 很干净的感觉 就所以跟你 就是整个人形象 我觉得挺符合的 谢谢夸奖 其实我刚才听你的声音 就感觉 也是非常干净 然后美妙动听 就感觉像那种 CD机里放出来的一样 真的吗 对 那可能我们声线 应该还挺大的 那要让我们来完成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找到剪影中的动物 两人一起与之合影 就是这个鹿 这应该是在鹿苑吧 就是这里好像有一个鹿苑 那我们现在去吧 OK 走 在这边 在那边吗 这边吧 走 你知道为什么金沙博物馆会有鹿吗 为什么 因为在三千年前的时候 就有发现在金沙这个地方 发现了很多鹿的残骸 还有鹿角什么的 所以就证明在三千年前 在成都的这个地方 就有鹿的存在 那还是蛮鹿了 对 就已经很久远了 三千年前 就是那里吧 这有个鹿的标志 我们是和这个鹿的标志拍照吗 肯定不是啊 里面有真的鹿 怎么 我还以为和这个鹿的标志拍照 怎么可能 跟这个标志拍照就没有意义了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真的小鹿了 那我们换天走了 哇 真的 好多鹿啊 对 你看 你看我就说吧 在众多考古一层中 就曾出现大量鹿角等动物足夺 那我们赶紧拍照的 可以 他在看我们啊 这个 这他们有点看不到他们啊 要不 要不这样 这样吗 一拍 通过刚才一段的接触 你们现在彼此怎么看 我觉得他是那种 很温暖 很贴心的那种男生 而且也很有趣 就不会让人觉得很尴尬 或者没话说的那种 就感觉是很体贴的朋友的感觉 我感觉 女生的声音非常好听 是我喜欢的声音 身高我也很满意 虽然说这不是相亲节目 但是 还是要表示一下好感 总体而言 温柔美丽贤惠大方 还是老四句号 经典 好那谢谢子萱 接下来我们就等待雅琪 做出最后的选择